今届世界杯还有几天就结束,除了数星期前和小学同学聚会一起看了一场,就没有看过其他赛事,除了因为我不是世界杯的粉丝,另一个原因是香港最大的免费电视台没有播影权。 以往世界杯在两个免费电视台播放,除了精心为宣传世界杯的广告大事播放,也找来明星歌星座兴,李克勤的世界杯宣传歌也算是经典中的经典。 当时,就算你不是足球粉丝,你也会受到这样的气氛感染。现在免费电视台不但没有播影权,主流电视台也由两个变成一个。没有竞争的市场就是这样。死气沉沉,也没有动力为客户制造或提高更有质素的服务及产品。 近日港股有见底的迹象,这和我预测的底部有几百点的偏差,幸好者不是致命伤,多年精箭,不算是新经百战,我经历过好几次牛市的疯狂及红,的惨犯。 也体验过较为正常的上上落落,股市就像一面镜子。上升和下跌是相互倒影。主要不同的是上升的伯地冷多数较涨。 相反下跌的时间较短,但美好的时光往往然不够多,下跌总会令人感觉特别涨。 而事实并非这样,升市容易过分乐观目标价预定预高。除了倒影相似,投资者的心态在上升及下跌时更加相似。 在上升时,投资者变得极端地乐观。股神上升,将目标价预定预高。相反在红市时,又变得极其悲观。 末日博士上升,能讲出千八个市场风险。建议大家不要入市,更将下跌的空间一步一步下移。 在这次跌市,有位老友说得特别可爱。他同意我的观点。认为两万八千点左右应该是底部。 他解释因为连卖鱼的亚伯我对卖鱼行业没有歧视也说我们正进入红市。 不同的投资者能承担不同的风险。投资风格也会截然不同。能承担高风险,可能有较高回报。低风险的回报自然较低。 有些投资者长期风险意志挂税。建议保守,甚至不要入市,把时间拉奖。总会有些时间是正确。 前文已提到,虽然红市或跌市的时间较短,也定期出现。可视者类投资者永远也享受不到股票上升或牛市能带来的益处。 红市时间较短太保守难获利。说回来,这次6月的跌市出乎我意料之外,策略部署错误。 因投资失利而承受压力。投资者要进步,需要明白这些大道理。能承担压力和痛苦。才能有机会得到相同程度的兴奋和回报。 在投资市场,没有一种方法是不用承担风险。不承担下跌的痛苦,就能够得到回报的。